从我们只会看到大半夜酒吧门口 有一名男子不断向警方向下 眼看男子情绪还是相当惊动 警方二话扑说对空鸣枪 但看一段当时画面 可以看到现场有不少冲突 事发新北市永和区6号凌晨4点多 当时一间酒吧门口有两方人马起冲突 原来当时阳性男子喝醉了想回家 没想到却被另一名友人不断阻止 阳性男子火一来直接与陈姓男子互殴 双方人马瞬间打成一团 警方获报赶紧现场 发现体型较壮硕的陈姓男子 不断向远警呛吓 而且还意图想要攻击远警 于是警方情景下对空鸣了一枪 并将闹事的人通通压制逮捕 后续将陈姓男子等三人 依妨害公共罪协移送递检侦办